神的道路 高过人的路 神的一年 高过人的一年 祂的心里有蓝图 祂的时间不错 亲爱的朋友 我是康来昌 欢迎来到空中主日学 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罗马书 我们要先读罗马书第一章第三节 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 是从大胃后一生的 好 我们先看这一节经文 上次我们讲到说 基督教提供所有的人福音 我们告诉您有一个好消息 那么这个福音是关于一个应许 就是上帝在很久以前 几千年前 就在人类痛苦当中 告诉人以后会有一位救主来 那么在旧约以色列看 不是看得那么清楚 但是他们很确定知道 有一位救主会来 那么这个救主在一章三节讲到 就是上帝的儿子 人的儿子就是人 神的儿子就是神 这里讲到耶稣就是神 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耶稣有完全的神性 耶稣是我们基督徒的主 他虽然是神的儿子 而神是灵 是非物质的 但是他曾经在两千年前 道成肉身 上帝的话成为人 来到我们中间 我们不是捏造一件事情 耶稣这个人真的是 有血有肉的 他有一个肉体 他这个肉体 如果我们要追溯的话 是大卫后裔生的 大卫后裔就是大卫的子孙 耶稣是童贞女 玛利亚所生的 耶稣除了他没有罪以外 他没有一个人间的父亲以外 他凡事跟我们一样 弟兄姐妹您记得西伯来书说 他凡事与他的弟兄相同 只是他没有犯罪 耶稣跟我们一模一样 除了他没有罪以外 除了他没有一个人间的父亲 他是童女怀孕 是圣灵感动玛利亚 感应生的 这是一个奥秘 也许我们很难解释他 但是我们相信这件事 而且他没有罪 但是他是真的是一个人 有血有肉 他会饿会渴 而且他是人 所以他最后也会死 他有完全的人性 是大卫的后裔生的 这个大卫后裔生的 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在撒姆尔记下第七章 讲到说 神对大卫有应许 我们上次讲到 神应许人类 会有一位救主 这个救主 这云云众生从哪里找 这个救主是在以色列 这个民族里面的 大卫这个支派里面的 大卫是一个君王 是以色列的第二个王 他的子孙里面 有一位会成为真正的王 这个王会把所有的美善良善 加给信靠他的人 但是在这里讲的 说是大卫后裔生的 不仅是表示说 他是有血有肉的 也表示他真的是神 曾经应许大卫的那一位子孙 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不是只有肉身 不是只有人性 那么他也在他身上 圣灵有工作 按着肉身 他是大卫的后裔 第四节 按圣善的灵说 圣善的灵 原文就是圣洁的灵 或者就是圣灵 灵的观念一般人不太容易了解 当我们讲到圣灵 我们说是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三位 是神的灵 这个神的灵 他做了奇妙的工作 神的灵 让耶稣从死里复活 按圣善的灵说 因从死里复活 以大能显明 是神的儿子 耶稣是神的儿子 除了他在永恒当中 就是神的儿子 因为他的年数没有穷尽 他永永远远都跟天父同在 圣父圣子圣灵 从永远到永远 三位一体的真神没有分开 这是指他的神性 但是当他来到人间的时候 他取了一个人性 取了人性 他是一个非常无助的 innocent 一个baby 甚至我们记得 当他出生以后 希律要杀他 他还得由他父母保护 逃到埃及去 到希律死了才回来 那他有人性 他这个人性 后来也因为 人间的罪恶 人嫉妒他 把他定死了 他的门徒之一 犹大出卖他 他的同胞犹太人 把他交在比拉多手下 要求一定要把他定死 因为他们嫉妒 因为他所表现出来的 跟他们所盼望的不一样 所以他们要把他定死 那么 虽然是人的罪恶把他定死 但实在也显出 他是会死的 他是有人性的 但是如果他就这样死了 那我们基督徒也就不要信耶稣了 耶稣跟其他的没有什么不一样 他不过跟很多伟大的教主一样 提供了一套宗教信仰 最后他死了 但他人格感召很伟大 他不是只有 只有这个人性 他的人性后来也在上帝圣灵的带领之下 上帝圣灵奇妙的工作之下 复活了 他复活了 这个复活活在上帝的大能中 他的复活确实一件事情 就是他真是上帝所喜悦的 这里我们中文翻显明 可能比较好的翻译是 利 就是上帝利他为神的儿子 因为他一直都那样的顺服 一直顺服到死 那么神就利他为上帝的儿子 这是指他的人性被提升了 他的神性永远不需要提升 永远没有改变 耶稣有神性 有人性 人性逐渐逐渐的被提升 提升成为一个充满了大能 而且在大能中生活的一位上帝的儿子 好 各位我们跟各位讲的福音 是关于耶稣 耶稣的确是人 但是他在成为人之前 他在永恒中都是神 他成为人之后 也为人的罪死了 但是上帝借着圣灵叫他复活了 立他为上帝的儿子 好 这个是整个的重点 但是你不要忘记 保罗也在讲他自己啊 他写信给罗马教会 那也是等于说 跟我们每个人在讲话 包括跟今天在台湾 以及在各地的观众讲话 那他也要讲上他自己是谁 我们从他受了恩惠 保罗在这里用我们 表示每个基督徒都可以跟他认同 我看了一张也可以跟保罗认同 就是我们从耶稣那里领受了恩惠 什么叫做恩惠 Grace有的时候翻 恩典 什么叫做恩惠 恩惠或者恩典 就是你白白得到的 你没有做什么功得到的 在罗马书后面讲做功的得公价 这个不是恩典 这是该得的 你没有做什么功 白白给你的 你没有劳苦 没有流泪 没有流汗 就是人家白白自由的给你的 这个叫做恩惠 但是白白给你还不叫恩惠 我白白送你一张白纸 那有什么稀奇 我送你一卷卫生纸 没什么稀奇 我送你一堆泥土 没什么稀奇 恩惠不仅是白白得到的 而且是白白得到的好东西 所以英文讲Grace的时候 常常也是一个美丽的 形容词Graceful 很优美的 我们基督徒得到了 上帝给我们的美好的东西 这美好的东西 基本上就是耶稣给我们的生命 永生 或者神儿子的身份 或者在上帝面前是义的 这个我们以后会慢慢讲 但现在笼统的说 每个基督徒都从上帝那里得到了恩惠 在保罗在这里讲的恩惠 特别是指使徒的职份 使徒职份 我们上次讲过 就是建造教会的 他跟人家讲 我们都是信靠耶稣的聚集在一起 我们来敬拜他 服侍他 那我们信靠这个耶稣 并不是捏造出来的 他真的是生了死了又复活了 我们都是亲眼的见证人 他们虽然死了 但他们在圣灵感动他下所写的书信和见证 我们今天基督徒看了相信了 等于我们亲眼看到一样 保罗做了 得到了恩惠 得了很多的恩惠 但在这里讲的恩惠就是使徒的职份 能够传扬福音 叫人不花钱 可以得到福音 这是保罗在哥林多 对哥林多教会所讲的话 这一个职份是一个恩典 有的时候有人会觉得说 尤其我在神学院里面 或者我在教会里面 有人会觉得 做基督徒不错 但是如果做基督徒 以后又被上帝感动 要做一个传道人 宣教师那就很苦 很辛苦 生活很艰难 那我在这里也要打破这个观念 在圣经里面 做上帝的仆人 包括做一个宣教师 或者是一个传道人 绝对不是苦事 这是一个恩惠 这是一个最有价值的事 让人直接的认识耶稣 那保罗就是要在万国之中 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 在所有的外邦人当中 所有的不信主的人当中 保罗要传扬耶稣 叫人信靠他 而且顺服他 我们不仅要相信他 而且要信而顺服 信了要听上帝的话 依靠他 而且听上帝的话 信服这个真道 圣经是上帝的话 既是救我们的 又是我们生活 行事为人的准则 我们得听这个话 那在万国中 后来信靠耶稣的人 也顺服耶稣的人 包括呢 第六节讲 其中也有你们这 蒙招属耶稣基督的人 每一个基督徒 我再一次要说 不管你是怎么信耶稣的 上帝都借着那个环境 借着你的父母 借着你的家庭 借着你的朋友 借着牧师的讲道 呼召你说来啊 到我这里来得生命 来啊 劳苦担忠担的 到我这里得安息 这个是上帝的呼召 我们耳朵心里感动了 听到这个声音愿意去 各位很多人不愿意去啊 很多人看到这个电台 这是讲讲基督教的 啪转一个台 甚至有些基督徒 看到这个电台 这无聊 转一个台 那么很多人听到教会 或者布道会 这无聊 但是有些人 包括你我 总有一次 或者总有几次 我们觉得不无聊 在我们听到这些话的时候 我们觉得 嗯 有道理 我要信靠耶稣 在那一刹那 你就蒙召了 而且成为一个 属耶稣基督人 属于他 belongs to him 就是 你不再是一个自主的人了 你的主权在耶稣的手里了 这个 有的时候我们在 某些公司行号 会看到有些贵重物品上面 打一个mark 这mark说 这个是本公司的产品 而不能带回去的 每一个基督徒 听到了上帝的呼召 愿意信靠他 你就变成属于他的了 你的心思言语 一切都是归于他了 那我们导过来讲也是一样 他也是属我们的 上帝或者耶稣的一切的恩典 好处能力 也都成为我们的了 我们属他 他也属我们 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水鲁交融 但是当然是以他为主 当我们说 主我一切都是你的了 我是属于你的了 我是你的人 你叫我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生命里时间一切都归你了 他也把他的一切给我们 每一个蒙召的人 蒙召要得什么 蒙召得耶稣 蒙召赎赎耶稣 听起来好像是不自主了 但实际上却成为最自由的人 好 我们回想一下 保罗先说我是谁 然后先说我写信的目的是 让你们认识谁 然后我写给谁呢 写给你们这些人 因为你们不一定知道 你们的身份有多尊贵 不一定知道你们责任有多重大 所以保罗在说 我写给你们的时候 也不只是讲 写给你们在罗马的人 而写给你们这些蒙召属耶稣的人 第七节说 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 这封信是写给罗马的教会的 但是因为上帝的话 也是对每个基督徒讲的 所以也是写给每个基督徒 历史历代基督徒 都是罗马书的读者 上帝的话 也是给每个非基督徒的 所以在每一位 如果您现在听或者看到 这个信息 上帝也在对你说话 这个话是对你讲的 你是被上帝所爱的 听到这样的信息 就已经是蒙恩典了 这是一个恩典 这是一个爱 上帝爱你 上帝要你知道 你现在状况多么悲惨 而信靠他以后多么有福 上帝爱你 上帝怎么表现出他的爱 就是他把耶稣给我们 上帝怎么爱你 就是召你来 用他慈爱的声音吸引你说 过来过来 不要再赌了 不要再嫖了 不要再打架了 不要再混了 走上正途 走上耶稣为你预备这条路 这个就叫做 被上帝爱蒙遭作圣徒 我们本来在世界里面打混 甚至你做的最高贵的工作 你在念博士 你在教博士 如果你不认识上帝 都在那打混 最后都是灭亡 上帝用他的声音呼召你说 过来 现在我要叫你做不同的工作 不同 分别跟人家不一样 这个就叫做圣徒 那圣徒 我们中文马上会想到就是 德高望重啊 柳下慧啊 孟子啊 孔子啊 朱喜啊 这些好像不食人间烟火一样 在基督教里面 在圣经里面讲圣 基本上不是讲说 道德上如何高超 圣最基本的意思就是 与众不同 这与众不同 可以是坏的不同 对不对 这个人坏的与众不同 或这个人标新利益的与众不同 这个人把头发特别养成 染成什么颜色的与众不同 基督徒与众不同是 他听到上帝的声音 然后跟随上帝 这个就叫圣徒 我们中文说大而化之位之圣 从圣经来讲不是大而化之位之圣 而是小而别之位之圣 小到你自己的每一件事跟别人不一样 那这个不一样呢 我也要赶快提醒基督徒 并不是说我们有一个特别的基督徒的衣服 制服或者基督徒一套术语 我们其实吃喝生活生死 外表看来都跟非基督徒一样 我们也吃喝也嫁娶 但是我们生活的动机和动力跟人不同 动机是上帝 动力也是上帝 上帝的爱激发我们做每件事 上帝的爱给我们力量做每件事 这是我们跟人家不一样的 这叫圣徒 这个圣徒当然也因为上帝的爱 有更多的道德上的美善 但是那是果子 不是跟我们做圣徒 基础是我们是信靠耶稣的 是信靠上帝的 这也是我们的责任 上帝呼召我们 要让我们成为在这个世界上的圣徒 让所有还没有信靠上帝的人 认识耶稣的救恩有多么的丰富 好 写信的人是保罗 收信的人是罗马这些圣徒 写的重点是关于耶稣基督 然后他就写了一句问安话 这个通常在我们中文的信里面 也是在比较后面的 可是在希腊那个时候 这都在比较前面的 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 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这个比较长一点 我们通常问安的话 就是祝和福平安 祝你安康 但是保罗想的稍微长一点 我们也要稍微解释一下 就是愿你得到 从上帝和耶稣基督的恩惠和平安 就是我问安 我祝福你 希望你得到恩惠 得到平安 恩惠平安 只可能从上帝来 只可能从耶稣基督那里来 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 我们都希望有平安 所以我们买的人寿险 平安险 旅行险 平安险 我们很希望平安 我们华人尤其是没有安全感 事实上我想 所有不认识上帝人都没有安全感 你怕老 你怕死 你怕疾病 你怕经济风暴 你怕政治的改变 你怕你的女朋友男朋友离开你 你怕公司把你解聘 你怕你的股票下跌 我们有很多惧怕的 而这个世界上每件事都会变 所以我们更是惧怕 那个平安是从不改变的 全能的上帝而来的 不改变的全能 慈爱的上帝 借着耶稣基督 把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心灵 可以有的那一份平安 宁静 是这个世界不能提供你的 给你 只有从上帝来 在约翰福音 耶稣在跟门徒要分别的时候 做的那个祷告 大概是约翰福音14章以后 跟门徒讲的这些话和祷告 就说我将我的平安留下给你 我将我的喜乐留下给你 这个平安和喜乐 是世人不能给 也世人夺不走的 世界能给你的平安和喜乐 世界就会夺走 梦造能跪之 梦造也能见之 唯有上帝给你的 就不会被夺走 那保罗也祝福 在罪恶的世界里 祝福人 希望你得到恩惠和平安 从上帝那里 得到恩惠和平安 我们可以说 恩惠 是 平安的 基础 因为上帝施恩于我们 我们才能够得到平安 平安是恩惠的结果 恩惠是平安的基础 常常依靠上帝 求上帝怜悯 就能得到平安 这个平安也不只是心里的宁静 而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一种 从神而来的幸福 好 当保罗讲了 这些以后 他就讲他这个写信 和他信中要有的一些计划 这些都算是插曲 不是整个信的主体 罗马书第一章第八节 第一 我靠着耶稣基督 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 因为你们的信德 传遍了天下 当保罗讲第一的时候 始终没有第二 因为他是一个思想很丰富的人 讲完了就 讲了以后 就一直顺着这顺 讲下去 可能他也觉得是最重要的 所以他用第一来说 他第一个 或者他很重要的 就是他感谢 各位您的生活里面 感谢不知道多不多 我自己想一想 恐怕我们一般心境 不是一个感谢的心境 我们恐怕很多时候 是一个抱怨 紧张 无奈 无聊的心境 您不妨自己想想 从早上起来 一直到晚上 你的心情怎么样 是一个感谢 感恩 哎呀 很快乐 我得了很多好处的 那个态度 还是 哎 又要开始工作了 又要开始挤车了 今天又要被老板骂了 今天要伺候一些 很无聊的客人了 今天要做一些 很刻板的工作了 今天又断考了 基督徒 因为认识上帝 我们第一 我们重要的就是感谢 而且这个感谢 是一种 为人的感谢 不是为自己得到 而感谢 为别人的进步而感谢 这是基督徒丰富的生命 我们活着 不再为自己活 也不再靠自己活 我们活着 因为有上帝的爱 我们自己就非常的丰富 而且我们这个丰富 丰富到 我们希望别人好 我们看到别人好 就高兴 各位 当你没有上帝的时候 我们容易嫉妒 我们看到别人好 会不安 会嫉妒 会焦虑 当你认识上帝 因为上帝给你 这么丰富 所以你看到别人好 你就会高兴 你就会感谢 这个感谢是因为 你对耶稣基督有信心 所以你想到别人就感谢 那保罗为这些人感谢 是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信心传遍天下 你也可能为别人感谢 如果你的员工 为你赚了很多钱 如果你的篮球队 为你赚了很多钱 别人如果帮你很多忙 你也会为他感谢 因为他有一些 很好的一些事迹 保罗在这里感谢的时候 不是为他自己得到了什么 而是这些人对上帝有信心 人一旦对上帝有信心 所有的美善都会出来 因为信心就领受上帝的恩典 领受上帝的恩典 我们就可以有爱 有望 有平安 有圣洁 保罗看到这些人 因为对上帝有信心 然后他们有信心 产生非常好多的行为 那么这个好的表现 就传遍了天下 也传到保罗的耳中 他听到 他就感谢了 那他 这些人能够有好的表现 是因为保罗也做了一件事 在这里我也希望 每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 包括你可能是传道人 或者小组长 我们可以学习的 我不知道牧师 是不是常常为自己 会有感谢 还是牧师常常为自己 会有不成器 或者不像样 而生气 而不高兴呢 保罗为这些人感谢 因为怎么样 当然是因为他们有信心 但他们为什么有信心呢 第九节说 我在他儿子福音上 用心灵所侍奉的神 可以见证 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 在祷告之间 常常恳求 或者照着神的旨意 终能得平坦的道路 往你们那里去 保罗常常为他们祷告 因为常常祷告 为他们祷告 所以当他们有进步的时候 保罗就有一个非常欢喜快乐的心 那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看到人家有进步 要快乐的话 必须是自己常常为人家祷告 常常有一个丰富深刻的关怀 和爱心和信心 他说我真是常常为你们祷告 常常不住地提到你们 这个是神可以为我做见证的 我侍奉上帝 我讲的每件事都是真的 包括为你们祷告 他这里说 我在他儿子的福音上 就是保罗所侍奉的重点 都是要传扬关于耶稣的福音 然后他怎么样侍奉呢 这里中文翻心灵 其实原文就是灵 我用灵所侍奉的上帝 灵是跟上帝密切相连的 如果灵你觉得太抽象一点 你可以把它了解成信心 我们用信心来侍奉着上帝 用灵真实侍奉着上帝 可以 上帝是我的见证 我常常提到你们 这毕竟是在祷告中提到 在祷告中提到 你们为你们祷告 希望你们好 希望你们进步 然后提到的最重要就是 能够去看你们 那保罗怎么样去看他们 看到他们没有 这个我们要下一次再谈了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愿上帝赐福每一位 看这个节目的弟兄姐妹和朋友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福音乐